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读书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的摄影的角度有点变化 因为有个朋友在私信建议我把相机的角度调高一点 可能会好一些 所以我今天尝试着来变换一下这个摄影机的角度 那废话少说,我们继续阅读这个超越原生家庭 跟其他许多东西一样 我们对亲密感的需求也来自我们的原生家庭 大概大约在六到九岁时 我们开始认识到父母并不能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关爱 包容和安全感 随着逐渐长大 我们慢慢产生了一种幻想 幻想着将来会有一位理想的伴侣 来填补我们心灵上的空虚 这种幻想在青春期达到顶峰 于是我们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期待着坠入爱河 体验真正的亲密感 那些从父母处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想要从伴侣身上得到 我们的内心悄悄盼望着伴侣可以带来期待已久的灵与肉的完美结合 那些富有幻想的人希望伴侣具有我想要的一切 其余的人则认为可以把伴侣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啊 试吏 朱迪斯的父亲曾经因为情感和精神问题数次住院治疗 他的母亲也时常高度焦虑 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别人 作为三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朱迪斯幼年时就独自一人承担起了整个家庭的重任 因此他总是梦想着有一天能够逃离这个家庭 过上正常的生活 第二次婚姻失败之后他开始向心理和婚姻咨询师寻求帮助 试图找到自身的原因自身的问题所在 虽然长大之后成为一名能干又漂亮的女性 但是他成年之后的人生却跟自己原来期望的大相径庭 他在咨询和治疗中发现 他总是期望丈夫可以给他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而这正是他从父母那里没有得到过的东西 因此他在感情上是追逐者 但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的亲密感 所以即使丈夫对他很好时 他也会感到害怕和不安 好三分钟读书的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 你们可以给我留言告诉我这个摄像机的角度怎么样 也可以跟我交流书中的内容和你们的想法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